汉族人究竟属于什么血统?这个问题涉及到复杂的历史、人类迁徙和文化融合。答案可能会出乎你的意料。下面小编就带大家探讨一下汉族人的血统,尤其是其与亚洲蒙古利亚人的关系。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,我们将回顾历史,考虑地理环境和文化因素。汉族是中国最大的民族,其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,涉及了多个民族的互动与融合。 古代中国地域广阔,不同民族在这片土地上相继形成,繁衍和融合。汉族的形成既是历史的产物,也是多民族互动的结果。 从历史的角度看,汉族的形成多个民族密切相关,包括古汉人、达达人,如匈奴和蒙古人、东湖人、古越人等。 这些民族之间存在着交往、战争和融合。他们的相貌、语言、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影响。 汉族的血统不仅仅是单一的,而是多元的,包含了多个民族的成分。 亚洲蒙古利亚地区位于亚洲中北部,涵盖了蒙古国、中国的内蒙古、俄罗斯的布里亚特共和国等地。 这个地区在历史上曾是多个民族的迁徙和交往中心。蒙古利亚地区以其草原、高原和丰富的资源而闻名。 这里的人们主要从事畜牧业和游牧生活,这种生活方式影响了他们的文化和社会结构。 同时,蒙古利亚地区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地方。 不同民族在这里产生了交往和融合,汉族人与亚洲蒙古利亚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。 首先是历史上多个民族在中国的北方地区相互交流,往来和融合,这导致了汉族的形成。 其中,蒙古人在这个过程中已有一定的影响。 其次,亚洲蒙古利亚地区的蒙古人和汉族人之间在文化、血缘等方面有相互影响的历史。 蒙古人与汉族人之间的血统关系可能并不是单一的,而是复杂多样的。 历史上,这两个民族之间可能存在着人类迁徙、统婚等多种因素。 这样的多元影响让汉族人的血统更加丰富多样。 除了血统,文化也是汉族人形成的重要因素。 历史上,汉族人和亚洲蒙古利亚地区的其他民族之间,进行了持续的文化交流。 这种交流包括语言、宗教、风俗、技术等方面,对汉族人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 值得注意的是,文化的传承往往不受地理和血缘的限制。 人们在不同的地区和环境中,通过交往和学习,吸收了不同文化的精髓,形成了新的文明。 汉族人的文化传承同样受到多个民族的影响。 这使得我们的文化更加丰富多彩。 汉族人的血统和形成过程,是一个复杂多样的历史现象。 亚洲蒙古利亚人在这个过程中,虽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,但血统的形成,不仅仅受到地理环境和血缘的影响。 还受到文化交流、历史发展等多种因素的影响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